要把它註解,因為註解 也許你資料都還要用的話 你可以Ctrl加斜線 它卻全部幫你變成註解 然後呢 底下如果你要變匿名物件非常簡單 前面我們這邊是一個 Alan Dialog的類別名稱加一個物件 宣告成一個A 其實如果你要匿名物件的話 不用一個A的名稱 那怎麼做呢?你就直接New一個 Alan Dialog Builder 在後面的部分 打在這裡 也就是說沒有名稱 你想說沒有名稱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後面怎麼去Run這個東西呢? 點下去 你會發現呢,你用New的敘述 前面沒有一個人 你點下去,你可以直接打Set Set Title 你會發現Set Title會出現 那也就是說,你沒有宣告個A 它就有點像是 你直接 直接去Run 只要前面有個New的動作 那New的動作呢 你點了Set Title之後的話 它就 好像有個東西在那裡 那個匿名物件 那你點Set Title 它也可以去Run 那這邊的話你就直接 把這個敘述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底下就可以了 特別是後面呢 差別是上面有分號結束 那底下不用分號結束 那就把這些有沒有 通通都 放在這裡 好了 那差別是說 這邊 這幾個有沒有 把它 再 如果 取消那個 取消註解的話 就是在Ctrl斜線 那這個分號拿掉 分號拿掉 分號拿掉 這個分號拿掉 那再把A拿掉 這種敘述 叫做什麼 叫做匿名物件的敘述 OK 那Run起來的結果 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什麼時候用匿名物件呢? 就是你只用一次 你就用匿名物件就好了 如果你用多次 那你就用 宣告一個物件 因為在這裡其實 用匿名物件就可以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底下A這個物件 沒有在使用 你何必多此一舉 那兩者的話 什麼差別? 我想各位 再稍微比較一下 那等一下 我們下一堂課再講說 如何去 在這個Button上面 建一個事件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在Ellen 那Dlog上面 這個事件要怎麼樣建立 這個部分跟 在一般的元件上 類似 但是不太一樣